推广汉字文化 在台湾有个默默努力的团体 叫做中推会 在过去25年 他们让电脑中文输入规格化 而为了让汉字在我们的生活中活起来 知名的作词人方文山 还特别编了舞动汉字的表演 把写毛笔跟音乐武术结合在一块 在灵动的声光舞蹈中写书法 参考日本的比赛 知名作词人方文山策划了舞动汉字的表演 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汉字文化 让书法有个律动 然后它是立体的 然后它是有空间感的 而不是好像平面印刷的东西 永远只在纸上停留 在中推会25周年的茶会上 表演意义非凡 因为过去25年 中推会就是推动电脑中文输入规格化的幕后推手 很多年的时间 就是把这个标准整理出来 有一个交换码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要很多业者 国内的这个软体硬体的这个电脑业者 一起合作了 那么我们做到现在 今天的话我们很高兴就说 开始的时候大概就将近5000个字 现在可以到差不多将近7万个字 多年的努力 电脑上才能轻松打出中文字 未来中推会还要将甲骨文 金文小传等古汉字数位化 让汉字在资讯潮流中不被淹没 中文也能在全世界巴光 记得丁明杰 黄秀民才会报道